女子发现丈夫出轨 悲愤之时 陌生网友对女人展开猛烈追求 女人发现陌生网友 竟是丈夫出轨的对象 丈夫出轨对象气急败坏找上门来 这场闹剧将如何收场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制斗背叛的丈夫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 女人因为丈夫的背叛 而最终离婚的案子 在当时的法律环境下 丈夫并没有因为她出轨了 就会受到法律上的惩罚 妻子也没有任何的经济补偿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明年即将实行的民法典中 法律关于一方有过错时 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将有重大不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今天的案件来了解一下 2018年的一个冬天晚上八点多钟 东北的一户人家里 女主人徐璐和丈夫王海正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 熟久寒天 东北的暖气供得十分足 烘得家里有些干燥 徐璐起身去卧室把加湿器打开 这样离开时 卧室内叮咚 一声的声响 吓得他一跳 徐璐回头一看 是老公晚上玩游戏 电脑没关 微信在电脑上等着呢 这是来新消息了 徐璐好奇地点开了最小话的微信戒变 对话框里一句话顿时让徐璐头皮发麻 是什么话呢 我也要吃糖葫芦 还要吃你 这是谁发来的暧昧信息呢 而且他提到了这串糖葫芦 徐璐只觉得心惊肉跳 还没等缓过神来 电脑里又蹦出了老公王海的实时回复 以后不许这么胡闹知道吗 徐璐看着电脑又看向王海 王海果真在摆弄着手机 因为微信的手机端和电脑端是同步的 所以王海并不知道 此时他与对方说的这些话 已经全部被电脑前的徐璐看到了 老公这是出轨了吗 想到王海今天接他下班时 突然反常的表现 许是当时他看见了 这个女人就在自己单位门前站着吧 徐璐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愤怒地在电脑的对话框里 打上一行字 不知廉耻 恶心至极 随即狠狠地点了一下发送件 对方马上回复了三个问号 而王海也在手机微信上 同时看到了这句话 王海愣了一下 发现人是自己 他突然想明白了 自己微信同时登陆在电脑上呢 王海头上立即是冒出了冷汗 犹豫了大概一分钟后 他走进卧室 看见亮智的电脑屏幕 和电脑上被同步传送的微信聊天界面 王海一下子仿若霜大的茄子一般黏了 王海解释道 老婆你别多心 我和他只是微信上随便加的好友 真没什么事 徐璐冷笑着说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还要吃你是什么意思 王海脸憋得通红 嘴唇动了两下 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徐璐看着王海气不打一出来 他满肚子的愤怒和怨气 一股脑地向王海发泄出来 并让王海马上离开这个家 徐璐的情绪很激动 王海只能暂时离开 徐璐想了半天 给自己一个微信网友 刘磊发了信息 刘磊是徐璐前一阵子刚通过的 微信好友 两个人并不认识 刘磊总是在微信里很主动的 和徐璐打招呼 徐璐每次发朋友圈 他也总是第一个点赞回复 一来二去 两个人渐渐熟了起来 最近 刘磊也总是和徐璐聊天问候 徐璐觉得 这种私密事 和一个关心自己的陌生人 说说无妨 所以这个时候 徐璐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问问刘磊 自己该怎么办 徐璐告诉刘磊 他和王海的感情 还是不错的 王海的父母 也很喜欢徐璐 两人结婚后 王海父母还出了大部分的房款 给两人买了一个位置不错 面积足有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大房子 徐璐问他 我该怎么办 是离婚还是继续 刘磊的观点是支持他离婚 刘磊说 我是男人我知道 男人出轨 那就是心里没有你了 女人发现丈夫出轨 丈夫表态断绝 不正常来往回归家里 陌生网友反对女人与丈夫和好 竟表白并开始追求女人 女人发现网友竟是丈夫出谷对象 对方究竟目的何在 女人又该如何应对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制斗背叛的丈夫 正在播出 这天晚上王海回来了 说想和徐璐好好聊聊 他愿意老老实实把一切真实的情况告诉徐璐 王海说 那个女人叫孙亦菲 曾是自己上大学时暗恋过的女孩 可以说是王海的初恋 可是孙亦菲当时交了一个大的很多社会上的男朋友 并没有理会王海 毕业后两人并没有什么联系 后来再次相遇时 就是王海公司招聘 王海是人力资源部经理 在面试的人群里 他竟然发现了孙亦菲 意外至于王海在自己的权限内 存有私心地把他录用 并且把他安排在了自己身边工作 接触久了 王海发现 两个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 竟然都很有默契 一次晚上单位聚餐 王海喝了不少酒 孙亦菲一边搀扶着他走出饭店 一边说 王总你喝的太多了 王海笑着说 这么称呼太身份了吧 怎么说咱们也是多年的同学了 当年你还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孙亦菲一愣 不知这话是真是假 说实话 老同学的身份一直让他觉得很尴尬 同样是同学 一想到自己的情况 再看王海春风得意的模样 他顿时感到了失落 他借着酒劲和王海说 自从大学毕业后 他就和当时的男朋友多次因琐事争吵不断 最后分了手 这么多年工作一直不固定 好男人也没碰到一个 在孙亦菲心中 王海现在是中层干部 有家有业 谈吐不凡 对他又关照有家 成熟男人的魅力 让他内心总有骨 蠢蠢欲动的想法 刚听到王海说 曾经暗恋过他 孙亦菲的心跳个不停 两个人本就是搀扶的姿势 孙亦菲一抬头 正撞上王海也满是期待的目光 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了一起 就在那晚 他们发生了关系 王海和妻子徐璐交代到这里 立即着急表态 他已经把孙亦菲给辞掉了 说着还拿出了孙亦菲的辞职信 及公司的离职文件 王海说自己只是一时冲动 他并不爱孙亦菲 王海向徐璐保证 以后从此不再和孙亦菲来往 求徐璐原谅自己 徐璐的心里五味杂陈 如果选择离婚 他还有些不舍 如果选择原谅丈夫 他又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儿 最终他决定同意王海回家 考察王海一段时间 徐璐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于是他又通过微信 把自己决定再给王海一次机会的事情 讲给了网友刘磊听 没想到刘磊反应很激烈 竟然说自己已经喜欢上徐璐了 他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让徐璐和王海离婚 离婚后自己就娶她 徐璐被刘磊的突然表白吓了一跳 他只是把刘磊当作朋友一般倾诉 虽然一直聊得融洽 但是断没有想到刘磊竟然会有这种想法 第二天 徐璐在公司收到了一束玫瑰花 署名竟是刘磊 徐璐赶紧把署名的便签藏了起来 第三天 他又收到了刘磊送的巨型毛绒熊 引得公司里的人是纷纷侧目 不仅如此 刘磊对徐璐和王海的事情 变得越发关心起来 经常问他 王海回家没有 在家干什么 甚至问他 王海回来时 两人有没有同床 气得徐璐是好久没搭理他 这边徐璐被流泪骚扰得焦头烂额 那边徐璐又与当头一棒 这天徐璐洗衣服时 发现王海衣服兜里 掉落了两张火车票 一张是王海自己的 另一张竟然是孙亦菲的 徐璐觉得自己的信任坍塌 对王海是新回忆了 就在这时 刘磊又发来了微信 突然徐璐发现 刘磊的微信号是 SYF加一串数字 SYF 孙亦菲名字的首字母简写 不正是SYF吗 这会不会不是巧合 难道刘磊会是孙亦菲假扮的 徐璐被自己的发现 惊得久久合不上嘴 他再仔细回想 刘磊就是在王海出轨这段期间 主动加在自己好友 而且每次都是 王海回家时 刘磊就冒出来和自己说话 而王海不在家住时 这个刘磊就不再回复徐璐的信息了 徐璐越想越觉得自己愚蠢至极 竟然被孙亦菲耍得团团转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他想到了一个对策 决定给孙亦菲颜色看看 徐璐故意和王海提 有个叫刘磊的好友家的聊天 可王海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徐璐明白了 如果这个刘磊真的是孙亦菲 那么这一切 可能也都是孙亦菲自己暗中操作的 目的就是让徐璐和王海离婚 接下来徐璐没有拆穿刘磊的身份 他找理由拖住了王海 他告诉王海 这段时间自己身体不舒服 让王海赶紧回来照顾他 这样一来就能确保王海每天都回家 然后徐璐又高兴地对网友刘磊说 丈夫已经回心转意了 准备与情人分手 回归家庭 自己和丈夫近期还准备要个孩子 听徐璐说完这些后 刘磊是久久没有回复 要说女人的直觉 有的时候真的是准得可怕 徐璐猜得没错 这个流泪真的是孙亦菲假扮的 孙亦菲本来以为王海对自己是认真的 她以为只要王海和徐璐离了婚 就会和自己结婚 可没想到 王海在被发现后 竟然选择了回归家庭 孙亦菲是个好胜心极强的姑娘 她不肯就这么被甩 王海对她说 再这么纠缠下去对谁都不好 徐璐要是闹到公司了 他们两个谁的工作都不保 孙亦菲就马上哭哭啼啼地和王海说 自己什么都不要 为了王海她愿意离职 只要能和王海偷偷地在一起就好了 王海并不了解孙亦菲的野心 她被孙亦菲的柔情再次打动 于是又一次地陷入了婚外情的漩涡 孙亦菲扮成网友 企图拆散王海家庭 却被王海妻子识破 孙亦菲气急败坏 去王海家大闹 私情曝光 妻子面对王海的一片载点 毅然提出离婚 2021年1月1日 民法典实施以后 王海将为自己的出轨行为 付出怎样的代价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制斗背叛的丈夫 正在播出 实际早在徐璐发现两人的事前 孙亦菲就以刘磊的身份加徐璐为好友了 开始时孙亦菲只是为了探听和了解徐璐的生活 后来她干脆借着这个身份假意追求徐璐 期盼徐璐也能变成移情别恋的出轨者和王海离婚 可徐璐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也就一直没上套 这回孙亦菲听说 徐璐说要和王海和好了 再一想到 王海最近真的好久没来找他了 孙亦菲开始烦躁猜忌 心绪不宁起来 她控制不住地一遍遍打电话 逼问王海 在哪儿呢 什么时候过来 原本温柔善解人意的形象是荡然无存 这天在孙亦菲家 孙亦菲质问王海 是不是打算要和徐璐生个孩子 王海觉得她无理取闹 而且她也根本没资格过问这些 所以态度也很是不屑 两人最终引发争吵 孙亦菲用手怼了王海一下 王海生计的时间一推 就把孙亦菲推倒在地 并且对孙亦菲说 以后咱们没必要再见面了 之后是摔门而去 王海把孙亦菲从自己的电话里拉黑 一直打不通王海的电话 孙亦菲恼羞成怒 你不忍我不义 谁也别想好过 孙亦菲竟然找上了王海的家门 徐璐开的门 孙亦菲看见徐璐毫无惧色 大声喝道 王海呢 叫她出来 看着眼前这个喷着怒火的女人 徐璐终于猜到 这就是孙亦菲了 徐璐冷笑了一声 大声向房内喊道 王海 你的情人来找你了 然后 他不慌不忙地 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说有人非法侵入了他的住宅 民警很快赶到 王海正一脸尴尬 紧张地控制着局面 可孙亦菲已经完全失控了 就想把事情闹大 特意当着民警的面嚷道 王海你敢做敢当 你竟然在外面有人 就别在家装什么好老公 王海气得是当众给了孙亦菲 一个巴掌念孙亦菲离开 民警立刻拦住王海并警告他 再有什么过激行为就要对他行政处罚了 而孙亦菲也死死地盯着王海 他对王海这一回彻底失望了 含着眼泪灰头土脸的离开 事到如今 徐璐直接从抽屉里 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递给了王海 眼前的徐璐淡定从容 他也不知要怎么和徐璐解释 王海会同意离婚吗 民法典实施以后 王海将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王海知道 徐璐这次是真的要和自己离婚了 徐璐对王海说 你要不同意离婚 我们也可以法院见 反正警察已经记录了你出轨的证据了 王海低着头叹了口气 只好同意离婚 王海看见离婚协议中 徐璐写着 房产要平均分割 马上放下笔说道 这房子不能分割 这是我妈拿钱买的 原来他们两人的主要财产 就是现在住的这150平方米的大房子 当年购买时房子90万元 王海父母拿了70万元 小两口只出了20万元 如今这几年房子涨价基本翻了一倍 已经市值180万元了 王海说 这房子是自己父母出资的 如果离婚应该贵自己所有 自己顶多能补偿徐璐10万元 王海在婚姻中这样伤害自己 却不愿在财产上做任何补偿 徐璐只觉得自己这几年瞎了眼 决定起诉王海 希望能通过法律 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 徐璐的案子很快被受理 基于双方都同意离婚 法官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过多条件 但在共同财产分割上 双方各执己见 王海认为 房子基本都是他父母出资 还登记在他的名下 那就应该是对自己一个人的赠誉 而徐璐认为 婚后接受的赠誉 就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 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结婚后 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 对夫妻双方的赠誉 但父母明确表示赠誉一方的除外 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说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 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 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 第三项的规定 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誉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 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这两条规定的主要区别 一是区别了 父母部分出资与全资的不同 二是 前者强调的重点是 父母参与出资 而后者针对的是 父母送房的情形 简单来说 婚后父母出全资购买房产 可以视为对自己子女的赠誉 而子女买房时 父母只出了部分资金 比如说付手付款 那么该房子的出资部分 又是赠誉给双方的 而不是一个人的 由此可见 王海父母的出资 是对夫妻双方的赠誉 但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也会考虑 一方父母出了大部分资金时 会对该方子女适当多分 徐璐主照王海出轨 自己是不是应该有所赔偿 可是法律上只规定了 想重婚的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这种有重大过错的情形 才会对另一方损害赔偿 法官认为最好的结果 还是双方能调解结案 最后在法官耐心的调解下 徐璐和王海终于达成了 一致的调解意见 一 二人感情破裂 同意离婚 二 房产归王海所有 王海给付徐璐房屋补偿款 60万元 本案最后是调解结案 双方最后对财产分割 达成了一致意见 而如果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法院会因为王海存在婚外情 就会把财产判决 多分给徐璐吗 不会的 因为在民法典施事前 法律上并没有条文规定 一方有婚外情 就会在财产分割上 要照顾另一方 依照当时的法律 如果经法院判决 徐璐可能连60万元都拿不到 而此次民法典对于 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在原婚姻法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 原则基础上 新增了一个原则 就是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 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 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产 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 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按照照顾子女女方 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这意味着 如果本案在民法典实施后 徐璐再向法院提供 王海与孙怡飞的火车票 聊天记录 报警记录后 证明王海对于离婚存在过错 他将很可能在财产上分得更多 而且原婚姻法规定 只有重婚的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实施家庭暴力的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这四种情形下 导致离婚 无过错方才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 而民法典第1091条 又在这四种情形下 增加了第五种 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 这一条就像个大筐一样 暴露万象 可以把生活中常见的 一方与他人有婚外情 私生子 甚至是嫖娼等情形 都能涵盖进来 这样像徐璐这样的 无故错方 不但可以在财产分割上 受到适当照顾 同时还可以主张 要求损害赔偿 现实生活中 婚内出轨现象越来越多 而在离婚案件中 出轨的代价却非常低廉 往往是无故错方 明知对方出轨 很难拿出有利证据 另一方面 想在分割财产时多分一些 却又被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 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篇 关于这一条款的修改 加重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对过错方的惩罚 同时也让无过错方 经济上得到一定的补偿 这不仅有利于弘扬社会的公平正义 也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 更有利于夫妻之间旅行相互忠诚的义务 徐璐在收到王海转账的六十万元后 就拎着行李离开了 王海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 忍不住放声大哭 是自己的一错再错 而失去了这个家 婚姻本应忠诚 一场婚姻结束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赢家 孙一飞本可以有自己的幸福 却甘做情人害人害己 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王海背叛婚姻 又想全身而退 最终爱人情人均离他而去 守住了房子 却守不住一个家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女人很难怀孕 竟被婆家赶出家门 她离婚后做试管婴儿 生下儿子 婆家确征抚养权 她去幼儿园接儿子 婆家竟报警说她是人贩子 女人最终能否成功跑回孩子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儿子到底该归谁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